澳门入境珠海的隔离措施持续 国庆黄金周第一日 澳门不少商户都说生意额比去年大跌 左游珠澳门记者黄慧之播 在仪式亭附近 不少商户都没有开店 中区还有一些人流 但大部分都是本地居民 或者在澳门工作的外地雇员 有药房说 原本看好今年11黄金周的市况提早入货 但现时因为入境珠海隔离措施持续 预计生意额比去年大跌超过八成 一定失望 希望政府可以和国内初商户可以尽快开关 望就望看我们的特首可不可以帮到我们 现在的心情是怎样呢 悶悶不乐 肯定不开心了 找食艰难 有手信电话 今年情况比去年差 只有一两个客户做得三两百元 又是没有生意 没有客户进来 我们又出不了去 希望他谈和广东省那边 和之外谈得到早点通关 不是那里完全是死水一泰 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李慧龙说 疫情变化是意料之外 不会预测黄金周和赌场收入的情况 他又说最近两次疫情 对澳门博彩税收有一定影响 当局年底会再修改预算 我们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 旅客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所以特区政府一直坚持我们要做一个安全而有的城市 但疫情也都不似预期 在这方面永远有乐观的面对 与此同事也有一个坏的准备 澳门3月推出过百亿元的经济支援措施 援助企业和市民 被问到会不会再推出经济援助措施 李慧龙说正分析中小企面临的情况 会尽快将分析和建议交给行政长官何一成 无线电视传澳门记者黄慧之报道